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迹 线论篇第38章 指路数于十门 城门曰虚字 指路曰自孔氏 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则矣 指路数于十门 十门说法很多 五采一种说法 指鲁的南门 不是指地名 那么这里 写如老人讲 这张书 这个第一句 指路数于十门 十门 有很多种说法 就是注解啊 说法很多种 那么 写如老人啊 采取一种说法 是指鲁国的南门 古时后这个城啊 有四个门 东西南北 所以不是指地名 而是指鲁国的南门 若十门是指别的地方 指路无缘无故 跑进那里 为了什么 指路随孔子 周游列门 回来走十门 来晚了 已关门 住在城外 到了第二天早晨 城门 城门 城门曰西字 城门 管城门的人不肯显出名字 指领一份火石 问指路 西字 西 何的意思 如何的和 是和的意思 你从哪里来的 西字啊 你从哪里来的 这时候还很早 鸡鸣开城门 那么 这个天刚刚亮 这个鸡鸣啊 开城门 守门的人一开门 指路就来了 心里有疑惑 所以才这么问 指路也自恐事 指路说自恐事 在别处说恐子 他人不懂 恐是事 而不是心 满六代后有封地 就改是 本性是殷家的性 曰是知其不可 而为之择语 在这里遇到内行的人 知道是恐子 恐是也不是只有恐子一人 封门说 你说的是 知现在的事不可为 偏还要到处跑 还是碰不到的 那个人吗 这个人有邪问 但不出名 这个守门的人啊 有邪问 但是不出名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知道啊 有道德学问 但是不出名 也是个隐士 所以 这个 指路啊 碰到这个管城门的人啊 这个人 是一个有邪问的人 不是一般人 所以他才会问这个话 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